Dota2hunt.com Win awesome jackpots with low snake Play coin flips with the lowest commission ever Participate in our daily giveaways on all social media Use code in the description to get free skins 大家好 大家如果对我的卡尔奇景和进化有兴趣的话 可以订阅以下小频道 那里也会有卡尔的视频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给大家比一个幸福 可以吗 也可以啊好久没有编路玩了 我要挖灯挖灯保我吧 可以你要啥呀是吧 牛逼 riers 犹 who 回头回头伤老鹿 別追了 牛逼啊兄弟 真的是 吃包吃包 他就死一次 我先走一點嗎 我先下來 哇 一個頭沒有 炸了炸了 你別回家 你看你裝呢 別別別別別 我回了回了 我去游俠 回一波游俠了 去死 可以啊 媽的 又是又說一下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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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啊 我他妈的 可以打可以打 你先自愿吧 我你自愿到了我就我就跟 我能打 我把帮子打了我就从边发挥了 我把帮子打了我 我就跟他上来 我把帮子打了 我就从边发挥了 我把帮子打了 我就从边发挥了 又不是故身之一 你最终的终于负责 我还没有准备好 BGBCD差幾秒啊操 剛好被我卡到那個BGBCD 他往高峰上的封鎖 BG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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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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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不追了不追了没难了 假眼吗 是我们地方点个眼之前 等下 7人他又输的 看该啊 不要都不能揍你懂吧 我看到通了大概有个三四次了 两个 两个不要乱说 要不法律责任的 挖灯我来救你挖灯 行吗 快走快走 打掉可不可以 不是 你们全满是 应该就像五人 哎呀他们不打我 不是 我知道我满血 我冲起来了 背面不打我对吧 我有什么办法 你看我是不是冲第一个 我操 你不记得他们三个 他们听说说 我肯定冲第一个 我还没冲 不像他就基本上就有可能没死 肯定一下暴击都没冲 不可能一下暴击 不可能一下暴击 你全滑了 我这攻速好吧 1.5秒恐惧 哎他五下六下他都给死 搞不懂 哎哟的老B我靠 哦 我的踢推怎么会框啊 其实你打边路 你最核心的装备就是两个 三个吧 一个是补解 一个是原盾 一个是补刀符好吧 就这三个是最核心的装备 你要这三个装备你就可以去打钱了 能够打 我配合队友又杀了一波这个月琪 但是我不是很肥 主要是配合队友杀了 他们月琪和人马都被我搞死一次 慢慢刷了 大招又cd了 大招没有cd之前 就是如果大招大招好了我就去打一下 大招没好就刷钱 你卖一下好了 你卖一下 下个 下个什么样子 别吓他呀 瘋脸扎林可 你瘋脸承磨虚空就废了呀 虚空大雷水肯定比瘋脸厉害 虽然你可能前十分钟 你前二十分钟你刷前可能瘋脸比较屌 你过了二十分钟之后你瘋脸就是 这个专门他就是 他就是个雷坠 我以御剑此路 啊 我以御剑此路 我以御剑此路 他有擋住了 他有擋住了 怎麼辦呢 愛的 愛的 哈哈哈哈 馬跳舞了是嗎 他沒攻 他沒攻 先把古法殺了 往後測一下 看一下水魔的位置 水魔在撈人 六狗 啊兄弟 帶六一個 这波好玩吧 看一下 这波要切破牌 他们在集合打Luna 跳过去 炸两个 先把Luna杀了 MKB 强线A死了 小兵炮大剑 看他A不A我 还在A我 没关系 大刀大刀我 没有人跟你打住过 给我死 跟一下开个膨胀 OK 还有个鼓法 看一下鼓法的位置 鼓法走不了 这边很气 光法退了 因为他们4打5 他们从一分钟开始4打5 没打过我们 被我们翻盘了 否决可以进化绿杖 他可以进化很多buff 不是 你们要喷人 你们可以学习一下贾格 是怎么跟粉丝说的 对吧 你们可以半张卡 你们要喷人的时候 把我的牌子取下来 你换个别的主播的牌子 不要挂着我的牌子 带节奏好不好 你跟这个叫套牌 可以套牌 可以套牌 打个牌子 印东西尔哈 Hello大家好 我是斯米亚 今天来回答一下粉丝们提出的问题 怎么样克服自己的脾气 我觉得这个游戏生气是没有用的 我也碰到过很多很猜的队友 你唯一能做到的就是 多去想一下怎么去带你的队友去赢 而不是去喷你的队友 因为你喷队友是没有用的 这并不能让你去赢得这场比赛 甚至如果你真的很生气的话 你可以把它带躺了之后 你再去给他一个打扫 什么时候开始玩刀塔 什么时候开始玩卡尔 我大概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开始玩刀塔的 然后玩卡尔是在到二了 以前到一的时候是从来不玩卡尔的 因为当时到一的时候玩卡尔会很卡 到二的时候就优化做得很好了 然后就开始迷上了卡尔这个英雄 当时的契机是因为在视频的网站里面 看到一个非常帅气的卡尔 这也是我学习卡尔的原因之一 平均一天玩几个小时刀塔 还会玩些什么 我平均一天玩大概十二个小时刀塔 然后很喜欢一些单机游戏 比如说像是黑暗之魂3 还有一个叫之狼的一个游戏 不过都挺难 所以我没有时间去玩 我主要的休息时间是在看动漫 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卡尔之一吗 算是之一吧 但是还有很多人玩的比我还要好 而且比我更有天赋 今后我也会不断的努力提高自己的卡尔的 从低分到七千分的经历 我最早的时候 两三千分 我分数很低 打游戏的时候就也是比较弱吧 然后当时学习了一个卡尔叫做库克 库克的火卡 当时他的打法就是战鼓点击双心球 然后我就很喜欢他的打法 因为我也是看到他的几紧 然后开始练的卡尔 打到了大概五千分 然后到了平静期 就是上不去分了 然后我开始转学的我们国内的一个中单 叫做430 他的冰雷卡 然后打到了六千分 然后六千分之后就是一个分水岭 我就很难打分 然后开始练其他的英雄 然后掌握火卡的节奏 就是又从冰雷卡打回了火卡 然后才从六千分冲到七千分 然后大概中间花了一年吧 两三千分到五千分 大概是半年 然后五千分到六千分是一年 然后六千分到七千分又是一年 但是绝活也限制了上分 我其他英雄太菜了 在2D模式下很难再往上冲分 有能力打职业吗 考虑吗 我非常的强打职业 但是我的绝活英雄太少了 打职业光靠一个英雄是不够的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也玩一些其他英雄 去扩展一下自己的英雄词 除了卡尔最喜欢的五个英雄 其实我喜欢的英雄有很多 但是我不一定会玩 你像拉比克小精灵水人土猫 就不这样 我都很喜欢 但是可能玩的是要输的 所以我平时不怎么玩这些英雄 什么时候会不玩到他了 大发这个游戏 只要有一天还存在 我就肯定会一直玩下去 你的缺点是打游戏的时候 我有点容易上头 和队友的交流会比较少 因为我有的时候打游戏还是 可能会比较少交流 就是打游戏更加注重自己的操作一些 卡尔什么时候和出道什么装备的时候适合去打野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好 最低等级要求的话 我觉得是至少要七级吧 七级的时候你有一个假腿 或者说你十级的时候有个点睛手 打野是比较合适的 最好是十级 最优的时候是十级点睛手打野 你觉得和哪个人对线最难 这个有很多 像奇迹哥 像内币 像拒绝者 有很多中单都很难打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有一次和欧瑞的一个对线 欧瑞他当时打了一个活女 然后我被他攻击阵剃到一个刀我都吃不到 真的一个刀我都吃不到 然后当时打得我直接自闭了 和职业选手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你是因为谁玩到他的 最崇拜的职业选手是谁 我没有因为谁玩的到他 我最崇拜的人算是Miracle吧 我是因为谁玩到他的 我当时就是从朋友那边认识到了到他一 然后开始对这个游戏有热情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有被职业队邀请过吗 有的 谁是现在最强的职业玩家 我觉得是安娜吧 你的猫咪叫什么 我的猫咪叫Juju Juju 你玩了八千档卡尔 觉得卡尔最怕的是什么 卡尔最怕的是 英雄克制的话像蜘蛛这类英雄是很怕的 在游戏里面最怕的是比自己强的队友或者很菜的队友 也不能这么说吧 比自己强的对手或者非常菜的队友 当然比自己强的队友我有的时候也蛮怕的 就是可能会跟不上队友的节奏 打团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和你一样能见 因为我打的场面已经出现了太多次了 我基本上看到这个团或者看到这个阵容 我就脑海里面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团战 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死法 有的时候死法就那个地图上某个点 我的死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几岁 我是1997年的生日 我马上过完生日就22岁了 其实我还很小 没想到吧 有的时候我可能看的比较鲜朗 有机会和东南亚粉丝开黑吗 我觉得没有问题 之后可以让YouTube的视频作者组织一下 有没有玩卡尔不开心的事情 说出来让你们开心一下 卡尔被削了 太难玩了 每一个版本都在削卡尔 尤其是那个移速 鞋子 我真的一定要说 就是那个鞋子真的是 它按照百分比加成之后 卡尔的移速跟别的人就突然就感觉 跑得比别人慢了好多 给你机会的话 你最想进什么职业队伍 我希望是国内的战队吧 然后最好是我喜欢的职业选手赛的战队 这个还没有去想很多 花了多久才把卡尔练成绝活 我为什么喜欢卡尔 我大概玩了 当时我觉得我刚玩一千场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厉害 然后我就很膨胀 然后就被虐了 到时候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我打了两千场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我很厉害 然后还是很多局 他就是打不过 其实我到现在 我觉得也不能算是那种 能稳赢 拿出来就稳赢的绝合吧 有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 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 可以再练一下 为什么喜欢卡尔 卡尔喜欢卡尔的原因 第一是因为这个英雄很神秘啊 技能很多啊 很有意思啊 可以打combo啊 然后又是一个跟其他英雄 玩法又不一样的英雄 虽然可能现在这个版本里面 卡尔他并不是很强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卡尔 小莫你是宅男吗 最喜欢的五部动漫是什么 首先我是宅男 然后我喜欢的动漫有很多 但是你要我说五部的话 我可能要说不止五部 像JoJo啊 像什么《炎夜之庭》 《秒速五厘米》 你的名字 然后《日常》 《鬼灭之刃》 还有什么《监狱学院》 有很多方案都很好看 最想和哪个职业选手开黑 我想和奇迹哥开黑 我想看他玩卡尔 然后近距离学习一下 他的卡尔的操作 和他的对线 尤其是对线 还有他团战的一些思路 为什么选双火人天赋 因为以前我虽然加双火人天赋 后来其实我当时我也有过一个犹豫 我当时在想极种是不是真的更好一点 但是后来我又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其实你天赋数是可以跳几架的 我是一个火卡 我前期的时候 我是主加冰球和火球 他有个跳级 比如说我十五级 我可以不用加十级的 我可以不用加十级的天赋 我直接跳级加到十五级天赋 出双火人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十五级直接一级天赋 点出双火人 你是刷钱刷的很快的 所以我就一直加双火人天赋 可以发挥你的中二能力吗 用英文念出二十五级卡尔的词条 你等一会儿 我这个我要去找一下翻译 因为我的英语在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 我是班里面最差的 就是老师就跟我说 你这个英语真的以后不要说是我教过你的 做一个可爱的鬼脸 够可爱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先下了 拜拜 可以向你的俄罗斯粉丝说声嗨吗 可以 hello all my russian friends 可以向其他国家的粉丝说声吧 感谢印尼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秘鲁 美国印度 泰国 巴西的粉丝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其实因为英语真的很难 所以我就不用英语念了 谢谢各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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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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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